下一个词 supuesto supuesta 可以表示 形容词表示假的 或者所谓的 假定的 假设的 因为它来自suponera 来自suponera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下这个意思 就是那种 我所想的 所构想的 所猜测的 这个意思 比如呢 actuava bajo nombre supuesto 就是 它怎么样 actuava 我们可以说表演的意思 说 它用一个假的名字表演 一个假的名字 以及 esupuesto elektricista restor ser un ladron 说 这个所谓的电弓 这里就有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或者我们假定的 我们认为这个电弓 其实是个贼 其实是个贼 la radio dismindio supuesta morte 说 广播怎么呢 否定了它这个 我们推测的这个死亡 就是 我们假想它已经死了 那其实广播把它否定了 所以supuesto supuesta 就类似于被假想的 这个被这样子 por supuesto 此组表示当然的意思 当然 por supuesto 当然了 当然的意思 supuesto 表示名词 是名词 表示推测的意思 比如su teoria descansa in un supuesto fundamental 说它的这个理论呢 是基于这个可以表示基于的意思 基于什么呢 基于一个这种很基础的 或者很基础的这个 很基础很重要的这个推测 这样子 supuestamente 据说 据说的意思 比如 el el subuestamente el savre de 什么什么 不是据说啊 它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负责人 或者是负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呀 好 一溜下来 supuesta supuesta 这些意思 supuesta 名词表示推测 以及supuestamente 据说 据说 其实也是这个 你想想 也是这个什么 据猜想的 也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意思 moderinizacion moderinizacion 现代化 名词现代化 比如呢 la modernización de nuestra planta industrial 说 我们这个工业的工厂的 这个现代化 现代化 以及 a pesar de la modernización la region mantiene sus laciones 说 就算 a pesar de 别忘了啊 尽管 就算 尽管 就是 尽管 反正有这个现代化的呢 这个地区还保持着他的这个传统 他这个传统 而动词呢 我们这个什么 seum 这种动词 这种词的结尾 大家都知道动词怎么变啊 就是moderinizar moderinizar 表示 什么什么现代化的意思 比如 las empresas se modernizan para aumentar sus niveles de exportación 公司怎么样呢 公司 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现代化了嘛 或者就是 就是被现代化了 怎么样 来提高他的出口水平 出口水平 moderinización 和白词moderino 大家可以看出来 moderino 英语的moderino 西语的moderino moderinización moderinizar 是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意思 下个词 dacito dacita 不言而喻的 默契的 心照不宣的 这些意思 就是指不需要说 大家就明白的那种东西 比如aguardacito 就是一种 不言而喻的这种认同 白词这种同意 以及 hay esas novelas una protesta nacida contra el colonialismo y el ethnocentrismo 哇 这词很复杂 说 在他小说里 有一种 有一种 就是类似于 未表明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 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就是 没有说出来 但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那种 抗议 抗议 contra什么呢 反对什么呢 反对殖民主义 以及种族族族主义 ethnocentrismo ethno ethnia 就是来自于 那个 种族的 那个 那个 相当 那边 意思的 一些词 好 dacito dacita 这些意思 下一个 conclusión 这个词大家绝对都认识 结论 结论 我们在长期词归中 还会看到这个词 比如 en conclusión 表示什么呢 这类似于总之 总之 总而言之的意思 在写作文的时候 可以最后一段的开头 可以用一下 en conclusión 这样啊 以及动词 concluir 总结出什么什么 以及完成 结束的意思 我们在长期词会中 我会再看一看这个词 下一个词叫 remola remola 现在这个词 有个意思叫 一语 就是这种语的意思 remola 有一个这个语的意思 而这里面 我们课文中啊 包括 用的这个叫障碍阻碍的意思 我们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语 细语诸词啊 叫obstáculo físico o imma immaterial que impide o tfigura un proceso un proyecto o una acción 什么意思呢 obstáculo 障碍 什么障碍呢 物理的障碍 就是现实的障碍 或者是非就是物理的障碍 就是经常障碍啦 什么情感障碍 什么都是这种啊 什么呢 阻止或者是 是困难 是什么困难呢 我们这个做一个事情啦 一个过程啦 一个项目啦 一个行为 这些东西 总之就是 remora 就是一个障碍阻碍的意思 比如 eso significaba una fuerte remora para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a industria nacional 说 那边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很强的这个阻碍 很强的障碍 什么呢 建立 establecimiento 建立什么呢 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 就是国有的这个工业吧 障碍障碍 障碍障碍 以及下一个 desprendete de esas remoras y escribirlas mejor 说 把这些就是障碍清楚掉 desprendersi 就是表示清楚啊 清楚就是消除 就是扫清这个意思 扫清这些障碍呢 你就会写得更好 写得更好 同一词 imbed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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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表示阻碍的意思 阻碍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 remora remora 阻碍的意思 下个形容词叫 bedusto bedusto 老掉牙的 很老很老很老的 就是跟我写了很多个老 对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用语 比较正式的用语 开例句就好了 dormen en salas bedustas y corridas 说他们在那种 就是老很老很老的那种 连续的那种 大的长廊里面睡觉的意思啊 那种厅里面睡觉 下面 de derecha 或者de derechas 表示右翼的 保守的的意思 那么呢 de izquierda 以及de izquierdas 表示左翼的 以及可以表示激进的意思 激进的意思 就是 有小字组 我就不多讲了 下面啊 叫 reivindicación reivindicació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地方 大家习惯念 念边啊 念 bed也比较多一点 reivindicación 表示争取权益 就是要求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要求 争取权益 权益 要求 这个意思 比如 reivindicaciones referentes a la zona ocupada 说 他们重复了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他们的要求 关于这个被占领区的这个要求 reivindicación reivindicaciones 以及动词 reivindicar 就可以表示要求的意思 要求什么什么东西 以及恢复名誉的意思 就是reivindicar 什么什么名誉 这样子 也是要求的意思嘛 其实是原谅语 好 下一个词叫 gasposo gasposa 我们课文 我们书上写的它的意思叫什么 叫讨厌的 而且这个词呢 本意什么 是头皮屑很多的意思 因为呢 gaspas 是头皮屑的意思 比如 a unos chambus chambus se utiliza para eliminar la gaspa 说 有一些那个 气发水 是用来什么呢 用来这个 去头皮屑的 去头皮屑的 gaspa gaspa 我觉得这个意思 比那个 gasposo 那个意思 更常见一点 更常见一点 下一个形容词 obsoleto obsoleta 也是过时的意思 过时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例句 什么叫过时的呢 说 las máquinas de escribir han quedado obsoletas con la llegada de las computadoras 什么呢 这个 打字机 就是写字机系嘛 是什么呢 变得过时了 过时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电脑出现了 电脑出现了 所以 obsoleto obsoleta 过时的 过时的 下个名词 especie 注意是阴性啊 especie 种类物种 种 这个物种呢 有一种生物学上的意义啊 就是比如这个especie protegida 就是被保护的 这个物种的意思 以及呢 era una especie de sopa 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汤 一种汤 这个种 这可以表示 这种生物的物种 可以表示 就是一种 一类 一种东西 下一个词叫 respeto respeto 注意啊 跟英语不一样 这个词尊敬 因为英语我们是respect 这里面是没有那个c的 有c就另一个意思了 不太一样 respeto 表示尊敬的意思 尊敬 siempre me trató con respeto 什么呢 他永远 i尊敬 代我 i尊敬 代我 代代 表示对待 对待 i尊敬 代我 以及 el respeto a los derechos humanos 什么呢 尊敬 人权 我们敬重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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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动词 respetar 尊敬 谁谁 比如说呢 deves respetar a tus mayores 你应该对自己 对自己的长辈 或者对自己 比自己年长的人呢 尊敬 respeto respetar 尊敬 尊敬的意思啊 下一个 形容词叫 mudo 相互的互相的 形容词 它同意思呢 可以是modual 或是reciproco 都表示相互的 相互的意思 比如 accusaciones modual 说相互这种指责 相互这种指控 又比如 la fidelidad de los esposos es modual 说 夫妻之间这种忠诚呢 是双向 双向 相互的 就是 下一个 posa de las posa de las 用附属啊 这种粗俗的 这个屁股的说法 粗俗的屁股说法 但西班牙这个词也不太用 嗯 下面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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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履 蹒跚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re re 一个动词表示 蹒跚步行 就是走不稳的 走不稳的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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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步履 盘山的 走不太稳的 嗯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